Diagram below show a rectangle inscribed in the circle If the perimeter of the rectangle 是68 And the radius of the circle 是13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其实是它的diameter 然后它这一边呢 是13 13整个是26 OK 然后它要我们找 长跟宽 of the rectangle so我在这一边 x跟y so它就会有 perimeter 就2x加2y 等于68 所以我就有 x加y 会是等于 我除2 加y等于34 OK 然后接着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把它变成那个 y等于34 减x 然后接着呢 我就有x2加y2 等于26的square OK 这个是我equation 2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x2加 34-x 的square 等于26的square 所以我就有x2加 34 square 减2 乘34 就会变成 68 x加 x2 减26 square 等于0 所以我就有2x2-68x 然后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34 square 减26 square 他这个是480 等于0 所以我就有x2-34x加240 等于0 OK 3824 24乘10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开挂弧 xx等于0 然后24乘10 减减 所以我的x等于24 x等于10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24 into equation1 然后我再sub我的x等于10 into equation1 然后他的这个y 会是等于34-24等于10 34-10等于24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的x是我的那个 Lang 所以他的Lang呢 是24 然后他的宽呢 是10 或者是他的Lang呢 是10 他的宽呢 会是等于24 OK 你不能够讲 他的形状是横的 就是这样了 他没有set那个条件 所以他可以是24 也可以是神24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 会写两个出来的 虽然讲他提供的答案是Lang 24 Riff是10 所以Lang Riff 这一个东西 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讲法 有一些人讲 长的就是长 然后 短的就是宽 有些人讲 下面的就是长 上面的就是宽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这个东西 它是这个是 10跟24的时候 这样长是10 宽是24 还是长是24 是宽是10 没有一个标准的讲法 OK 所以我都接受